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Olas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是这一系列的第十二讲 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我们对这个游戏暂停的一个处理 游戏暂停呢,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这个里面的话,暂停就包含声音的一个播放需要暂停 然后呢,需要停止监听这个键盘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我们的键盘按键不能再有响应了 第三个呢,是board,它要什么呢 它要停止响应,停止tick 就是说它已经不能在每次都去循环的去刷新这样一个crivers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游戏暂停要实现的三个小内容 那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代码,这样一三个小点呢 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的具体代码来演示一下 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打开我们上节课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 上节课完成内容里面的话 当我们点击开始游戏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播放音乐 看一下播放音乐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静音 好,这个是播放音乐 那这节课头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来把这个游戏给整个的给暂停起来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入口点在哪呢 入口点是在暂停设置 那么我们很明显这个游戏暂停就是在右边的这个按钮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来如何做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钮的这个位置要被点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得为这个按钮取一个名字 好,比如这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 Btn GamePath 好,游戏暂停 当然我们也会后面这个设置 得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叫BtnGameSetting 好 那通过取的一个名字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AppJS里面去可以给它注册一些对应的一个事件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直接 Path 当这个Path 被点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很明显我们第一步肯定就是要找到我们这个 这个元素 所以呢 我们要 通过这个 注意到这个不是接亏的一个用法 这个是原生JS的一个用法 就是Uvent.Target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元素 然后呢我们来判断它的 InnoText 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暂停呢 还是其他 那如果它是一个暂停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当如果这个按钮是暂停的时候就证明 当它点击的时候就应该是暂停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把 这个EL的InnoText 要设置为什么 继续 然后呢 我们要去触发一次这个游戏的一个暂停的一个操作 当然对应的下方这个就 相反一下 同样的 这个是 一个按钮事件的一个 注册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想实现什么呢 要想游戏暂停 那我们肯定要访问 游戏的这个实例 那这个实例的话我们 要把它存 要把它缓存起来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顶上定义一个叫 Game IoSt的这样一个变量 就说 游戏的一个实例 那这个实例从哪 复制呢 很明显就要通过 6 这个方式来复制 这个地方我们由于没有只是链式 所以说呢我们就 不能用链式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我们先给他预定一个 方法 当我们点了点了这个暂停的时候我们就 假设我们这个游戏要调用一下他的这个pass 这样一个方法 当然 点了这个继续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游戏 resume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多么操作这边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补权这个pass和resume这两个方法 这个方法在哪去填写呢 好看一下 同样的 既然是圆形的话 我们就应该就 既然是实例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圆形方法里面去做处理 这个地方的话就应该是 pass 这样一个方法 好这个方法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先把另外的一个方法也给他 写出来 讲一下我们的三个步骤 第1个 暂停播放音乐 第2个 暂停 事件 事件响应 好第3个是什么呢 取消Tick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三个步骤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1个 既然要暂停播放音乐 那很明显 我们这个音乐 肯定要 要把它那个 要作为一个 要这里能够访问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sund 是在这里面 内部定义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sund 定义到我们的 实例里面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应该在这里 来写 来定义一个sund 那这个地方就要改一下了 就不再是 VR了 就应该是 s z 点上的 好这边也是同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 通过 访问 sund 点什么呢 Parse 这样一个方法 就可以来暂停播放这个音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一个效果 好 暂停 我们把这个音乐 给它开起来 当我们点的这个暂停的时候 这个音乐就停止播放了 看一下上面就已经没有标志了 好 好 那说明我们这个音乐 已经 实现了 那对应的 下面 这样恢复的 就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sund 点什么了 继续 play 好 那么这个呢是第 一步 那么第二步 我们要暂停这个事件的一个响应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事件这边是怎么做的 当他 捂惑到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去来做这个操作 那如果要取消他的事件响应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A的EventListener这个地方让他结榜 那就是第1种方式 当正这种方式的话看起来比较复杂 那我们有没有更简单的一个方式的话 有没有简单的方式呢 那肯定是有的 在这个地方 不管他怎么按键事件他都会 有这样一个响应函数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什么拦截 好 那是不是就能够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 暂停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那这边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做这个拦截呢 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整个游戏 设置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变量 比如说这个地方 给游戏设置一个State 然后默认的话 叫什么呢 叫Playing 那当我们在 暂停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游戏的 这个State 设置为什么 设置为Parse 设置为暂停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就可以拿到游戏的这个状态 那就可以来做到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Kboard Kboard里面有这个board 这样一个变量 这样一个变量 那这个board里面如何来访问这个Tetris Tetris这个东西呢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 通过传递This 来改造一下我们的这个board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 保存好我们的一个 实力 Game IoSt 那这边的话 就是把 这个游戏的一个实力给传递过来 那传递过来之后 我们这就可以怎么来判断了 当我们 Race Race 点Board 点 State 当我们这个游戏状态是Parse的时候 我们点任何东西 好都没有反应 好我这边也来试试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点任何按钮 其实我已经在按按键了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 你我直接按照他原本的一个逻辑 继续往下调的 好 这个呢 说明我们这个按键的这块 限制已经生效了 那对应的 我们在这下边的话 就应该让他怎么做呢 让他 恢复到 Playing 这样一个状态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取消Tick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Tick是哪做的呢 是在这个地方来做的 所以呢 他有这样一个Intel ID 那如果要取消 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通过 Cleal Intel ID 就可以来清理 好看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效果 当我们点了暂停之后 声音没了 操作也没了 然后 动画也不动了 当我们点继续的时候 他就恢复出来 声音有了 好 那说明我们就还差这个恢复 这样一个东西了 既然恢复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再去调用它 调用一次 他的这个Tick 方法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这张代码 拷费下来 那这样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那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看一下 Dry原则 我们这两个代码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 做成什么呢 做成一个 方法 开始我们的这个Tic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肯定就是 等于 这 然后呢 把这张代码给拷贝上去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的话 我们就 更容易理解了 说实话 我们的音频 然后呢 开始我们的这个Tick 那这边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可以直接 Start 我们的一个Tick 好 看一下我们对应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正常的 暂停 当我们点了暂停之后 声音没有了 声音没有了 动画 它已经不动了 然后我们按键的时候 它也没有任何反应 当我们点继续的时候 声音回来了 看 也可以动了 好 那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就已经达到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所想要达到的 这几个游戏的一个 暂停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 声音播放 键盘事件 Broad 停止Tick 当然这个呢 是我们在游戏里面 比较简单的一个 三个 处理方式 那如果有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步骤 需要去停止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它进行一个 暂停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那游戏暂停的这个内容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